這個Exception 所以你這個Exception也可以在程式當中執行 然後再去CatchDot 所以基本上的話 亂起來 我們第一次應該這個地方 沒有 因為這個值 這樣看不太出來 我們用那個 DebugMod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用DebugMod 我這邊有射中斷點 所以基本上我主行按F8 那他會跳出一個index 這個值是 1 那1是小餘的話 所以會跑出這個 那這個關鍵是 ThrowNew一個 這個Exception 所以會跳到哪裡呢 跳到Catch 有沒有 直接會跳到這個地方 那因為捕捉到 這個Exception 所以呢會輸出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會Get一個Message 是從這邊 直小於死而來的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需要一個 傳一個參數的話 給Message去顯示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然後呢 例外 例外原因的話 就把這個訊息丟出來 然後結束 所以當然如果說你下一次在執行 比如說這個值 假index 是10的話 它有沒有小於 沒有 沒有的話就跳0 就沒有 跑這一行 所以這地方的話 可以直接用這個 所有一個 一個New 一個什麼呢 一個哪一種類型的Exception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 反正有錯誤 我不要等到Catch 再去捕捉 這個是一個 直接捕捉 直接去 用這個關鍵字來做的方式 那 等一下的話 在方法丟出例外 我想這個地方先試試看 把十字 一的這個部分 十字二字一的部分 先完成 畫面再換給各位一下 是嗎 好